人与人最大的不同,就在于认知不同,而决定认知的底层在于内心能量级别不同,人的能量场是无形的,但这种力量是巨大且无限的,就像万有引力一样,时刻都围绕着,并且在影响着我们。 高手者之所以为高手,在于其修炼的境界不同,其身体与内心所具足的能量场层级不同,高手修行以一颗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业,修行的本质是修心,而修心的关键在于积聚强大的能量,从低纬到高纬提升内在的能量。 而后从高纬向低纬形成降纬打击,既可解决问题,又可以创新成就。 其实,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样的呢? 有四种形式,一是从光明走向光明,二是从黑暗走向光明,三是从光明走向黑暗,四从黑暗走向黑暗,智者从光明走向光明。 和智者有缘,听从智者的教导,就从黑暗走向光明。 如果不听智者教导,就从光明走向黑暗,如果没有缘遇到智者,那么就永远是黑暗继续从向黑暗。 所以,亲近智者的福报,不是一般的福报。 能深深理解智者的圣意,也不是一般的福报。 佛陀说过,世间的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。 他说的是什么样的平等呀? 我们本身的能量是平等的。 从能量守恒定律来说,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。 但由于贪天吃慢遗毒,财色明石水这些东西,耗散了我们的能量。 一个人贪财,那么他就一定要去得到这个东西。 有的必有失,得到肉眼看到的东西,得到财便会失去一定的能量。 世间人为什么会死? 就是能量耗散了。 余者是得到生灭的东西,失去不生不灭的东西。 智者是失去虚妄的东西。 得到究竟涅槃的真正幸福。 你看我们的历代祖师,正果后没有一个是死掉的。 达摩祖师和海明祖师都化成红光身。 什么是红光身呢? 就是身体还原成光能,可以进入不生不灭。 你说啊,这种好不好? 有人又问,师父呀,你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钱? 还有车,又有这样那样的东西。 那你是不是贪? 我告诉你,我明白了这道理。 世间的东西皆为我所用,不为我所有。 这就不是贪。 如果我也去执着这些东西,我一样会耗散心力。 进入生死,一样堕落生死。 比如那些大佛菩萨,他一样有老婆孩子。 那么他为什么挣得红光身? 你看那连华生大士,有妻子儿女。 他又为什么挣得红光身? 他到度化众生的缘尽了。 唐空而起,跟弟子宣说,我与众生的缘,度化视线的缘已尽了。 我赞予离去,当有祈祷我者,祈求我者。 只要称我名号者,我及的视线,所有的弟子都去礼拜他。 看到他化成红光身走了,但有很多弟子虔诚祈求他。 他又立马视线他们面前。 所以说怎么做呢? 当你真正明白那道理。 不知不着,当体极空。 有色不知着色。 有才不知着才。 有气不知着气。 比如,师父也发脾气啊。 师父是为了教化众生走正道。 有时候也会是现今刚想。 视线愤怒想。 你说有没气? 有气,但不执着着气。 这只是原生原灭。 缘起信空。 当体极空的东西。 他的能量不但不好散。 还会不断的聚集。 因为他不断的广结一切的善缘。 广度一切有情众生。 利益一切众生。 能量还会越来越强大。 这样的能量和诸佛菩萨的能力没有区别。 它只是一个强一个弱。 一个小一个大。 但能量的质体是平等的。 手横的。 规律也是一样的。 我们肉眼所看见的。 光是人道。 有男有女。 有老有少。 有高有矮。 有胖有瘦。 这是能是强弱的差别。 你们明白这些东西后。 不去止。 不去着。 不去分别。 立马进入究竟逆盘。 进入不生不灭。 你乃至现在活得好好的。 你也没有病。 你身体非常虚弱。 能明白这个道理。 你也立马健康。 只要明白当体即空。 你立即健康。 当你拥有了。 就是失去了。 当你失去了。 就是拥有了。 我们人只有一双手。 只能拥有一样东西。 就看你拥有什么东西。 失去什么东西。 智者拥有幸福。 失去快乐。 愚者拥有执着。 失去真正的幸福。 世间一切都是原生原灭的东西。 就像师父也一样。 众生需要师父度化。 师父就实现了。 宣讲佛法。 众生需要寺庙。 师父就成就了寺庙。 当众生不需要师父了。 师父也就不需要了。 修行修什么? 就是修功德能量。 聚集能量。 我们生命的真相首先是光能。 光能投胎之后, 开始产生精气神。 产生个形状。 能量全部产生为精气神。 男孩在精气神发育到顶峰之后, 就开始性成熟了。 女孩也一样。 成熟了就是开始耗散。 懂得的人就开始修行。 念经。 换气。 聚集。 还原成光能。 他就能不死。 最后揪紧一盘。 如果不懂修行的人, 开始贪财。 探测。 能量强大就得到多。 能量少就得到少。 但最后一样是能量耗散。 然后堕落。 人生就是在红尘中修行。 经历日生日落。 冬取春来。 花落花开。 功名利禄。 学问功德。 这都是我们修行的功课。 人生的凡此种种正是我们修炼的道场。 读过千万卷书。 做了千百件善事。 读书与做事皆是修行。 如此, 与平庸者有何不同? 你还是那个你。 只是你的心与众不同了。 所读之书, 已经内化为思想储存于你的大脑。 丰富了你的内心世界。 所谓知识, 已然沉浸于骨子里。 正所谓人的脱胎换骨。 源于外观自省。 向内而求而生发智慧。 修行者, 以修心为上。 世俗之人。 内心蕴藏着太多的私心杂念。 遮蔽了内心所具足良知正念。 内心的能量长。 被束缚着不能得以开发。 潜在的巨大能量深藏其中。 唯有通过修行。 许迷得悟。 从而才能发挥出正能量。 修行之人。 致力于充满大爱之心。 见自己。 见众生。 见天地。 高手者。 尽得修业两世而已。 唯有自强不息。 厚得载物。 方可召见内心。 所以说。 修行的实质是积聚能量。 能量是物质的属性。 任何物质都具有能量。 即使物质处于静止状态也有能量。 但一般情况下。 只有当物质的静止能量转化为动能。 释放出来时才能做工。 各种能量之间能相互转化。 能量就是道德经中讲的德。 也就是道生一的一。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它变现来的。 实质上也就是道。 是构成宇宙的本源。 也就是佛家说的佛的法身、心、真如、本性等。 道和德亦其实是一种物质。 只不过道是总指。 是抽象的概念。 德一是所指。 是具体的概念。 如我们说海洋是总指。 太平洋是所指。 其实是一回事。 道是宇宙的本源。 即生成宇宙万事万物的原始物质。 道生一。 一生二。 二生三。 三生万物。 佛经中讲。 万法为心所现。 为时所变。 都是讲的宇宙中的万事万物。 是由道新变来的。 宇宙刚开始产生时。 只有道存在。 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。 是空。 后来形成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。 所以这万事万物都是由道变现来的。 用我们现代的话说。 都是由能量变来的。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。 之所以千差万别。 就是因为本身的能量差异造成的。 阴阳物质旅认为。 宇宙是由阴阳两种物质组成的。 阳性物质。 就是我们平时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。 它占有空间。 具有时空性。 它的最小组成单位是基本粒子。 阳性物质以粒子或粒子群的形式存在。 阴性物质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。 它充满空间而不占有空间。 没有时空性。 它以波或波群的形式存在。 阴阳两种物质在一定的条件下。 可以相互转化。 光这种物质。 就是阴阳两种物质的中介物质。 你看光能看得见但摸不着。 充满空间而不占有空间。 光既具有波动性又具有粒子性。 具有玻璃二相性。 这充分说明。 光既具有阳性物质的特性。 又具有阴性物质的特性。 是阴阳两种物质的中介物质。 光的运行速度是每秒三十万千米。 也就是说。 当任何阳性物质的运行速度达到光速时。 它就变成了光。 超过光速就变成阴性物质。 而速度的大小是由能量决定的。 任何物质。 速度越快。 能量越大。 到派生的异能量降低。 就变成阴性物质。 阴性物质在降低能量。 就变成阳性物质。 阴。 阳两种物质就是一生二的二。 宇宙中的任何事物。 都是阴阳两种物质结合成的阴阳复制物质。 这个复制物质就是二生三的三。 三构成了复杂的宇宙万物。 三这个层面上的物质。 都是由阴阳两种物质构成的。 只不过有的阳性强而显现出明显的阳性。 有的阴性强而显现出明显的阴性。 万物皆有灵马。 现在科学已经能证实这一点。 日本一位博士做了一个实验。 他实验的是水。 水是从河里、井里、海里、湖里等采集的。 用玻璃罐装在里面。 然后在上面贴上文字。 不管是哪一锅的文字。 一个小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冷冻。 零下五度就结晶了。 然后在显微镜里面观察。 贴上爱、感恩、感谢等好的字样的那个结晶。 图案排列非常有序。 非常美。 而患上我讨厌你。 我不喜欢你。 我恨你等。 不好字样的那个图案。 就排列的杂乱无章。 很难看。 做了几十万次的实验。 屡试屡试。 证明水他会看。 他会听。 他懂得人的意思。 你说他有没有灵性。 以上道生一。 一生二。 二生三。 三生万物时顺推。 是降低能量的过程。 下面我们逆推。 你给物质增加能量。 看是什么情况。 爱因斯坦有一个公式。 E等于MCR。 E、M、C分别代表能量。 质量和光速。 由此可以看出。 能、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。 现代科学能把质转化为能。 而无法将能转化为质。 但从理论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的。 能是无形的。 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做到无中生有。 同一种物质。 液态能量比固态大。 气态比液态能量大。 阴性状态比阳性状态能量大。 如冰。 给它增加能量就变成水。 水继续增加能量变成水蒸气。 根据阴阳物质理论。 按这个思路想下去。 水蒸气继续增加能量。 它的粒子会变得越来越小。 即由水分子变成原子。 再变成原子和电子。 再变成质子、中子。 最后变成光子。 光子继续增加能量。 就变成阴性物质了。 即以波的形式存在。 波根据波长不同。 能量也不同。 波长越短。 能量越大。 也就是说继续给波增加能量。 由长波变成中波。 再由中波变成短波。 短波再变成超短波。 随着能量的增加。 波长会变得越来越短。 那么短到最后呢。 波长等于零了。 就回归到宇宙的原始物质状态了。 也就是回归道道。 上面讲到能就是得。 这是得回归道道。 得道合一。 佛经中称为佛的法身。 所以佛经上说。 十方诸佛同一法身。 所以看来。 道。 佛的法身。 心实际上就是纯能量。 完全没有质了。 只有纯能量存在。 在这种状态下。 没有时间概念。 没有过去。 现在。 未来。 无量长的时间可以浓缩成一瞬间。 一瞬间也可以延伸为无量长的时间。 生活在这个围层的生命就是佛。 所以有无量寿。 不生不灭。 在这种状态下。 同样没有空间改念。 一厘米中可以装下整个地球。 而地球没有变小。 米也没有变大。 无论多远的地方。 你看它就在眼前。 你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出现。 而你还是一个你。 没有分身。 因为它是一种纯能量。 所以能随意变化。 具有无量神通。 既然宇宙中的万事万物。 都是因为能量差别造成的。 人是宇宙中的一类。 当然也存在着能量差问题。 你看人好像都长得一样。 其实层次差远了。 不只是天上地下的差距。 佛经上把宇宙中有生命的称为众生。 把宇宙众生划分为十个层次。 称为十法界。 一是地狱道。 地狱有十八地狱、三十六地狱等说法。 地狱道的众生虎不堪言。 二是鬼道。 鬼道也包括多种鬼。 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神也在鬼道之列。 鬼道中绝大多数也是非常苦。 三处生道。 我们看见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动物。 看不见的微生物等都属此道。 四是阿修罗道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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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魔道。 魔道众生本是道上人。 都是有修行的。 无非是修行中一念之差陷入魔道。 五是人道。 人长得好像都一样。 但人的层次差得太远了。 六是天道。 天道也比较复杂。 分为玉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共二十八层天。 人、动物身体是以大分子形式存在。 需要食物供养。 玉界天人身体是以气态小分子。 或原子层次的粒子组成。 自然吸取宇宙能量。 无需食物。 能在虚空中飞行。 随意穿墙破瓦。 色界天分为四个层次。 初禅天人身体是以电子层次的粒子形式存在。 二禅天人身体以光的形式存在。 三禅天人以长波形式存在。 四禅天人以中波、短波形式存在。 无色界天人以超短波形式存在。 以上六个层次。 就是佛经中所讲的六道。 地狱、恶鬼,畜生因为很苦。 特别是地狱、恶鬼,寿命很长。 天道、人道求长生而不能。 地狱、恶鬼求短命而不得。 所以称为三恶道。 阿修罗、人、天三道受苦少一些。 特别是天道。 生活环境非常好。 寿命很长。 又称为三山道。 众生就是在这六道中文回旋转。 如果不修行, 永远出不了这六道。 天道。 天道虽然生活环境好。 寿命长。 但也有死的时候。 而且死后多数向下堕落。 第七个层次是阿罗汉道。 声闻。 也就是说众生要脱离六道轮回。 最起码要证到阿罗汉果位。 八十匹之佛。 声闻。 原觉又叫小成。 小成人感觉到在六道中很苦。 想通过修行脱离六道苦海。 他只想到自己。 心胸非常狭窄。 九是菩萨。 菩萨是大成。 因为在六道中很苦。 联想到所有的众生在六道中都很苦。 因此发心去度众生。 让所有的众生都脱离苦海。 从不想自己。 如地藏菩萨发下地狱不空。 施不成佛的宏愿。 施是佛。 成佛也就是回归道道。 是众生的最高生命层次。 这四个层次脱离六道轮回了。 所以又称为四生道。 宇宙众生还有三界说。 三界是直欲界。 色界。 无色界。 凡有欲望的众生称为欲界众生。 地狱、鬼、畜生、阿修罗、人。 以及天界欲界天的众生都有欲望。 都属于欲界。 天界的色界天人。 什么欲望也没有。 但还有一个有形的身体。 所以称为色界。 无色界。 无色界天人不但没有任何欲望。 连有形的身体也没有了。 只有意识存在。 所以称为无色界。 实法界每一道中。 有分为若干层次。 如天道有二十八层。 菩萨有四十一个为次等。 实际是生命存在的不同围层。 在不同的围层中。 时间、空间都会发生变化。 佛的层次。 时间、空间都是零。 所以无量寿。 实法界的众生本来都是一样的。 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的层次。 佛经上说。 实法界众生在本性上是一样的。 没有任何区别。 所以说人人皆有佛性。 之所以出现千差万别的众生。 是因为迷了。 绝了就是佛菩萨。 迷了就是凡夫。 迷得再深的就在轨道、地狱道。 这就像上学一样。 学前儿童都是一样的。 你上完小学就拿个小学文凭。 上完初中就拿个初中文凭。 那么众生是怎么迷的呢? 妄想。 分别。 执着。 妄想。 你想想。 你的思想没有一刻停下的时候。 想三想四。 想天想地。 一直在动。 连睡着了也停不下来。 还在做梦。 分别。 看任何事物都有分别。 对错。 上下。 大小。 你我。 由于有分别就产生执着。 执着这个对。 那个错。 喜欢的就高兴。 不喜欢的就生气。 这个是我的。 那个是他的。 如果没有妄想。 分别。 执着了。 就成佛了。 还有妄想。 没有分别。 执着了就是菩萨。 还有妄想。 分别。 没有执着了。 就是阿罗汉。 就像一面镜子。 佛。 菩萨的镜子干干净净。 一尘不染。 所以照什么都清清楚楚。 明明白白。 凡夫呢。 因为有妄想。 分别。 执着被污染了。 就像镜子上落满了灰尘。 什么也照不见。 但镜子是一样的。 没有差别。 在如水。 大到死水。 用水做比喻最恰当了。 一壶水。 当风平浪静的时候。 水面如镜面。 闪穿。 树木都照得清清楚楚。 佛没有妄想。 分别。 执着。 就像平静的水面。 什么都清清楚楚。 明明白白。 菩萨有妄想。 就像水面上起了微小的波纹。 虽然微动。 但还照得很清楚。 阿罗汉波纹要大一些。 但还能看清楚。 到了人道就像水面上起了风浪。 什么也看不见了。 到了地狱就像滔天巨浪。 不但看不见。 而且要造害了。 佛处于道的层次。 降低能量层次就是菩萨。 再降低能量层次就是辟之佛阿罗汉。 再降低就是天道。 一直到地狱。 能量就是德。 通常说行善积德。 做了好事就积攒能量。 做了坏事叫缺德。 就是降低能量。 打个比喻。 把玻璃杯里装扮杯水。 这个水就好比德。 德在中间位置好比说就在人道上。 从杯子中间位置向上画四道杠。 向下画三道杠。 你做好事就积德。 水就向上去。 积到第一道杠就上天道。 积到第二道杠就是阿罗汉。 积到第三道杠就是辟之佛。 积到第四道杠就是菩萨。 当机满师。 德和余道就成佛了。 反正如果做坏事就缺德。 好比水从杯子中间位置减少。 积到第一道杠到畜生道。 积到第二道杠到恶鬼道。 积到第三道杠就到地狱道。 为什么自古以来如。 是。 道。 各种宗教。 都教人行善做好事。 就是这个道理。 因此。 修行的实质就是积德积能量。 这个是有反应的。 你能量积到什么地方。 从心理到生理都有一系列的反应和表现。 是实实在在的。 并不是像有的人想的那样是虚无的。 将来到哪一道去。 就是由你本身的能量决定的。 不修行的人。 在做点坏事。 能量损失太多。 只能去地狱道。 恶鬼道。 史威登堡写的。 我见过的灵界里面的情况。 就是不同层次的情况。 处在最低层次的。 终日见不到一点光。 那里的众生就是打斗。 如果让他到能见到光的地方。 他会受不了。 赶紧回去。 这就是地狱道。 因为能量层次低。 让他到能量层次高一点的地方。 他受不了。 就好像终日在阴暗的温室里长的右牙。 一下拿到太阳下照射。 很快就会死一样。 第二个层次的众生能见到一束光。 他们就靠这束光生存。 这就是恶鬼道。 从这里向下。 就是终日黑暗的地狱。 向上就是光明的天界。 到天界去。 他们也受不了那里的光。 这里所讲的光。 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光。 其实就是能量。 有修行的人。 无论在多么黑暗的地方。 他的眼前都是一片光明。 整个身体通明透亮。 修行好的。 整个身体就是一个光明体。 就是指的这个光。 也就是性光。 修到这个程度。 你说将来到哪里去? 这是不言而喻的。 所以修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 修行的实质就是积聚能量。 也就是积德。 天地为阴阳。 人在其中也。 没有人的参与。 怎么会有定义上的阴阳? 这便是三财定律。 阴阳大道总是预保持原来状态的趋势。 此即是佛祖所言的业礼。 一切物都逃脱不掉。 大道出生。 即是无极。 无极一现。 变化太极。 每个人的内心种下了一棵能量树。 高手者的修行。 在于修的一棵平静之心。 由静而生脚。 从则召见内心的大智慧。 内心的能量之树。 从种下那一刻起。 不论是善念。 邪念。 皆有生根。 发芽。 开枝散叶的一天。 善恶正邪。 皆源自于内心的发心动念不同。 我们的修炼之法。 正是慧眼时的智慧之根。 隔除内心的私心与邪念。 逐渐摒弃负能量。 使之转化为正能量。 机具更大正能量场。 成功者善于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。 千万百计的探究事物的本质。 寻找破解之法。 反之。 失败者则倾向于从别人身上寻找借口。 想法设法地从外界现象为自己开脱。 寻找他人他物的不是之处。 这就是为什么。 每个人的心中的能量之术。 各自不同的原因。 高手者的修炼。 在于生发正能量之术。 从本我出发。 寻找自我的价值。 使其最大化开发潜力。 积聚正能量。 实现人生的超我境界。 至高的修炼。 不是超我。 而积聚的能量可以助力众生。 照见天地。 从超我升华为无我。 超我者就是高人。 而无我者。 自古至今已来我们称之为圣人。 其能量场。 照耀历史的长河。 名垂史册。 辉耀中外。 修行之路。 请放下执着。 精紧修行。 聚集能量。 指导成佛。 我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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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